为了将社区绿美化,营造良好的社区观光环境 明儿社区发展协会在理事长以及志工的带领下 将社区内通往瑞坛慈恩塔的一条道路,两旁壮满樱花 除了能够绿美化社区环境以外 也期待未来花开的时候能够为地方带来观光经济效益 一做坑的那种做樱花大道 这个灰灾是老家官老生山独官的 我也很感谢他 现场来参与的那些都是志工 因为这个社区的立美化的工庭 所以说这条路如果做的成功来说 它要花开去面为这里 因为这条路是通往资源塔去的 通往在外面的那种困难道路 所以说这条路如果有那种 它要观光客就会为这里 权利乡名代表汤美朗也表示 这条路目前可以通往日月坛的慈恩塔 但绿美化的工作正在进行 相信两三年后景色会相当不同 也期待后续的维护工作能够有更多单位来协助 我们这条路是通往我们日月坛的慈恩塔 已经路也可以通了 可是美化立化的工作 现在我们继续在进行 可能到了两三年以后 这条路的景观就不一样了 欢迎以后有希望来这边来参与 来我们地方这边带动我们地方繁荣 这个美化立化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以后就是要慢慢的来开花 可是维护的工作 因为今天有议员来关心 希望说以后我们跟议员好好的来 做这个维护的工作最好 先议员成说也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尤其这条路两旁目前种满樱花 未来若花开的时候 也相当具有观光经济发展的实力 也希望观光处能够多加重视地方观光发展 我们一直在这个大水群 也保持很多油客来这里生水 来这里烤肉 如果说可以搭配到我们营费 来管理成功以后 在我们营费的轨迹 也可以保持到很多油客 来到这里含乡营费 甚至呢 可以利用这个三条道路的布道 来通往到我们持恩塔 这个一块钱的观光景点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观光景点的连结 我们也希望在美来 我们南大管政府观光处 可以来阻挡到我们营费川观光的发展 明河村易泽坑樱花大道 在理事长、陈议员以及志工用心下 不但将树旁种满樱花 也期待未来花开之时 能够为地方带来庞大的观光经济效益 记者邱平毅学理采访报导